打开额油精从拌面包装 怎么面变成了墨绿海苔口味 镜头拉近一看 吓到要吃手熟 拌面已经被整片开花的郡司占领 都发毛了 当事人罗先生傻眼的是 保存期限到2025年 面也是9月6号刚买 怎么才买一个星期就出事 只是不只单单一包发霉 若先生拆开7包就两包中奖 另一包没那么明显 但白色蜜条上还是可以看到 少黑点片布 让人头皮发麻 因为没仔细看 恐怕就要吃下肚了 剩下的不敢再吃准备退货 但就怕有人也受害 罗先生将影片照片 铺上网要民众小心 有网友看到后很惊吓 自己习惯都是打开后 就往滚水丢 下次可要张大眼睛检查 把关没有把关 如果工厂看到这种 是绝对不会拿出来 如果他就是单纯的发霉的话 那就是绝对不会再买第二次 毕竟还在大卖场卖的 你会觉得说 一定会有一些保障 那还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会让人家人心惶惶 对此半面业者回应 已经有向当事人说明病致歉 也取得对方的理解 而好事多则表示 目前卖场并没有收到 会员反应类似事件 也已经进行商品抽查 状况都很正常 但新北卫生局表示 人会对卖场环境 以及半面生产线进行击查 如果有不符规定处 有不改善 最高可依实案法 处两亿元罚还 天月月新闻罗氏鹏 终于台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